Arculus Quest今天为两代设备推送V33系统,但是还是没有空间识别感应。 唯一的亮点是改进了AirLink串流的画子,一起来看看具体更新了什么吗? 1.安全区数据删除 如果您的Quest或Quest2头显启动时遇到体系追踪问题, 您现在可以使用清除安全区历史记录,删除安全区以及其追踪数据,请注意。 如果您的头显上上保存有多个账户,这也将删除硬核二级账户的安全区数据。 您可以从安全区设置面板上清除您的安全区历史记忆。 2.浏览器安全保护 我们在RPOS浏览器中实施了一个额外的安全保护。 以保护您免受可能有潜在伪害的网站,那一远见,网络钓鱼等的影响。 如果您导航到一个有潜在伪害的网站,您将被重定向到一个单独的页面。 该页面上有关于该网站可能不安全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的建议。 该功能由谷歌安全浏览提供。 3.窜流的视觉改进 下次您使用LinkWare Link无线连接电脑时,您可能会注意到,由于新添加Link Sharpening效果,让错流图像质量和文字清晰度都得到了提高。 Link Sharpening使画面图形更清晰,细节更清晰。 文字更清晰,方便阅读。 是,改进Accular手扁控制器睡眠管理。 我们正在更新Accular手扁控制器固件,使控制器更快地进入睡眠状态,从而改善代际电池寿命。 请注意,此更新仅适用于原始的Quest,以配合Quest2上的控制器行为。 5.改进多音乐处理的稳定性。 6.应用程序的通知偏好。 通知设置正在被重新设计,以允许对你的VR中的通知进行更细化的控制。 这些设置包括,打开或关闭一个应用程序的所有通知,打开或关闭某一特定应用类别的通知,如朋友邀请活动,打开或关闭一个应用程序的特定类型的通知, 如推送,VR,电子邮件,起,系统键盘更新。 在使用系统键盘打字时,你现在会看到自动更正功能。 我们还改进了输入法下一个单词的预测,你可以通过点击功德键快速选择下一个单词。 但是请注意,这项功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推出,最初可能不会对所有用户开放。